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梁子翁常年用药材喂养一条大蛇 十余年来,那条蛇吃遍了天下灵药,已经颇有灵性 据说喝了这条宝贝蛇的血可以百毒不侵,并且增加功力延年益寿 或许,梁子翁那里会有解黑沙长的那几味药材 入夜之后,黄蓉换上了黑衣与郭靖两人分头行动,各自盗药 郭靖刚一进灵蛇山庄,就被护院的两名道士发现了 经过一番打斗,郭靖轻松地打晕了这两名龙套 正当他认真地寻找药材时,一条超大的蟒蛇从井里突然窜了出来 一口叼住郭靖,把他拖到了井中 郭靖大惊,连忙用手按住蛇头 没想到,梁子翁饰养的这条宝贝蛇,却是力大无比 把郭靖馋得透不过气来 郭靖只觉得胸口气闷 情急之中,张嘴向着大蛇的七寸咬去 鼻中闻到一股腥气,浓烈至极 那蛇血鼓鼓而出 郭靖无暇细想,只得大口地吞咽着蛇血 过了好久,这条巨蟒已经不动了 郭靖慢慢地爬起身,只觉得浑身燥热,却是精力饱满 他轻轻一跃而起,跳出了井口 却感觉身体轻盈,似乎比以往跳得高了 就在这时,从月亮门边转出一位老者 他发现了郭靖身上的血迹和气味后,面露惶恐 他颤声说道,你身上这是什么血呀 郭靖如实回答道,是一条大蛇,想要咬我 被我情急之下咬死了 那老者面色大变,垂胸顿足道 你杀了我的宝贝蛇,我要让你陪葬 忽然,他眼露金光,喃喃自语道 你喝了我的蛇血,那么只要我喝了你的血 还是一样有效果 于是,他猛地扑到郭靖面前,伸手按住他的双肩 张嘴就往他脖子处咬去 郭靖看到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伯伯,突然间变成了一副凶恶的模样 眼前就是那白森森的牙齿 他心中一怕,一股巨大的力气不禁油然而生 竟然一下就推开了比自己武功高不少的梁子翁,向庄外跑去 另一边,黄蓉潜入了赵王府,却误打误撞来到了那所破屋 他在屋外偷听了一会儿王妃和侍女的对话后 知道屋内的女人就是当今的赵王妃 于是黄蓉不再犹豫,飞步跳进屋内,用匕首控制住王妃 他向王妃讨解药,但是王妃却毫不知情 于是黄蓉就把前后经过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没想到,这位赵王妃却是个身名大义的女子 她对自己的儿子所作所为,深表羞耻 她让黄蓉放心,说自己一定让完颜康把解药交出来 黄蓉看王妃面善不像是说谎之人,于是没有阻拦 侍女出去不久,带着完颜康和侍伟们过来了 当完颜康看到黄蓉站在母亲面前时,也是吃了一惊 可是赵王妃却沉下脸来 她当着黄蓉的面,痛斥自己的儿子品行不端 完颜康被母亲说得低头不语,唯唯诺诺的,只是不住的点头 当赵王妃让她交出解药的时候,完颜康不敢违背母命 只好派手下取来那几位关键的药材,交到黄蓉手中 黄蓉一边说着风凉话,一边麻利地接过药包 辞别了王妃,离开了赵王府 黄蓉走出王府后不到五里,忽然眼前一花 就见一个白衣人拦住了去路,随后她的身后也站着另外一个锦衣公子 这二人正是完颜康和欧阳克这对颜值担当 黄蓉不敌欧阳克被她控制在树下 面对这个娇美如花的少女,欧阳克生起了邪念 她让完颜康先回去,说自己要和这位桃花岛传人解决点私人问题 完颜康当然知道她要干什么 女士笑着离开了 欧阳克此时浴火焚身,一双色眼死死地盯着黄蓉 越看越觉得,此女乃是人间极品 这时的她也不管黄蓉是不是东邪的女儿了 她只想享受这一刻的温存 至于以后会怎样,她全都不管了 欧阳克把黄蓉按到了地上 竟向这位犹如天仙般的少女伸出了魔爪 就在此时,郭靖与梁子乌两人一前一后地赶到 这二人来得好快 欧阳克正神魂颠倒之时 忽然感觉后背一痛,已经中了郭靖的一掌 她翻到一边,郭靖连忙抓起倒地的黄蓉 两人一起向密林中逃去 竟容二人一路夺命狂奔 真的是慌不择路 竟然没有发现前面有一个深洞 二人急迟间忽然觉得脚下一软 已经踏空 这时根本来不及反应 双双跌落到洞里 幸亏洞底没有坚硬的石头 否则定会被摔成重伤 可是还没等二人站稳 黑暗中一股进风袭来 随之飘来一个黑影,快捷无比地落到二人身边 二人只觉得肩膀一疼 已经被那黑影抓中了肩头 郭靖看时,却认得这人正是梅超峰 于是他大声惊呼,让梅超峰放人 没想到郭靖的呼叫却引起了梅超峰的注意 因为当年在蒙古的山洞里 他就抓住过郭靖 那时候马玉,谎称他是全真教尹志平 梅超峰对声音非常敏感 所以一听之下,立刻想起当年的事情 于是梅超峰让郭靖解释他不懂的九阴心法 而郭靖却态度顽强,不肯解说 原来梅超峰在前些日子 练习白骨爪第八层的时候 在最后一天遇到慕念慈 本想拿他练功 没想到黄蓉抛出软胃甲 梅超峰以为是师傅就在附近 大害之下,竟然走火入魔 从此腿部经脉堵塞 下半身竟然不能动弹 他知道打通经脉的关键 只能靠九阴心法 苦于自己对玄门内功不得要领 并不真正地理解心法的含义 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是不能行走 如今他认为抓到了全真教的尹志平 当然是如获至宝 他需要让尹志平解释自己 不理解的几句关键经文 而聪明的黄蓉立刻就明白了事情的关键所在 于是他对梅超峰说道 外面有两个人正在追杀我们 就算我们解释了经文 到头来还是被外面的人杀死 反正怎么都是死 那我们为什么要帮你解释呢 梅超峰听后扬声长笑道 这容易,那咱们公平交易 我帮你们解决掉外面的人 你们再帮我解释经文 说吧,他让郭静把他驮在背上 三人就这样走到了洞外 要知道梅超峰能打得过欧阳克 与梁子翁双人的合击吗 请看下集 父子相认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宣童 请关注我家新浪微博 与微信公众号会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思认